Jord Amès The dawn of a new fragrance It's Dior By Christian Dior Alice 阿康 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QQ Mademoiselle Chanel 回到后香港小店员网上日记 Hello 大家好 Hello 今天人少少 今天是我们 我们上集是奥运前 对对对 我们现在是奥运后 刚刚完成奥运后录录 给大家很多时间去看奥运 没错 我们明知道没有人听我们的节目 所以我们决定在奥运后录录录 等完奥运后才去出节目 等大家可以focus我们 今集回归我们人少少 没错 уст 我们叫做focus стоит focus 我们可以 fredu 可以focus 少少 首先我们说 重数点 貴姐應該貴姐 有空了 我剛才說要訪問一下 是 明天就按進來的 給個讚 我是Davy 廣告時間 廣告時間 沒錯大家記得 like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我們有 Youtube會員和Patreon會員 大家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 回到我們今天的正題 最近貴姐們 應該是被這件事搞到頭崩壓裂 被MIRROR搞到頭崩壓裂 也不是 如果是MIRROR的話 就應該不是頭崩 不是另一隻頭崩眼 除了MIRROR 除了奧運 還有什麼大家 陳茂波 突然有畫面 哈哈 簡單來說就是消費券 你知道我們有不同形式的消費券 我們最近的貴姐們都是有愛有恨 有的時候 我看看 台灣那邊是搞幾倍券的 然後他們說 又要印又要浪費錢 又說什麼民進黨圈 我心想 不如你過來這邊 試試玩消費券 我們 你真是吐血 真是吐血的 告訴你 我們在大商場那些最慘就是 你打一張單 你知道買用消費券 基本上你不會用得多 那你一定是現在才付2,000元 那你頂多買2,000-3,000元 然後又說 現在付2,000元 下個月又付多少錢 這樣分期 是啊 有些客人 會想用4,000元買 現在未必出動 現在最流行是 有些客人想不到買什麼 看到一件東西是2,000元 就覺得可以用完消費券 就會來買 就好像找位要用盡 對 又或者他看中那樣東西 3,000-4,000元 用了一些券 用了整個商場的優惠 又用了一些積分 又一次過和你做完 那些朋友就是最棒的 哇 真的棒 你打那張單真的痛哭流 我們試過是客人買4,000元 幾乎是用了5個Payment 5個Payment 怎麼5個呢 首先是用 他的美數 他用不完的 要用一個Look Card 普通Look Card 然後就要用那個商場最近做的Promotion的券 即是商場送的消費券 商場送的你當是 QPON 然後本身他積分的券 積分又有QPON 然後他就有一些信用卡 因為要用另一張信用卡才有某個配數 所以要用另一張信用卡 即是第二張卡 對 他那張單還沒用 不過他用兩張消費券 因為他有一張消費券已經用完了 所以就用兩張消費券 一個是Tap and Go 一個是支付寶 啊 我身處商場 如果他是八達通 因為我的計算是用不到八達通 你就可以一次過推出去做 但因為他不是八達通 這樣就變成自己吃飯 就硬吃了 在自己店裡做 但是你知道商場的大型商場 他寫單要很清楚 因為不是你自己一人買的 那一個Payment就寫一張單 即是明明你是在做一張單 但你是在寫五張單 即是撕單也撕到手軟 撕單也不是緊要 但打那個才崩潰 你記住自己是不是真的打得對的 然後還要打那張單 就是你自己公司的那張單 公司的那張單就是全數 那你就無端端自己做了六張單 然後發覺就是四千元 但你以為這麼誇張 都是四千元 然後客人還要等多兩倍時間 雖然大部分客人都理解 其實他知道是煩的 但變成你整件事很不效 是很不效的 而且如果是用Tap and Go 基本上用多一倍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首先很多客人不知道 他自己的銀聯那個 虛擬卡那一千元是要 去Tap and Go 才可以一起用 是啊 這個多數都不知道 因為有些商場他只是接受 Tap and Go的Master 有些商場就更差 因為他接受兩個Payment 變成他會寫多一張單 甚至乎 但是你不會慫恿他 不如全部通過一邊吧 因為他通過一邊之後 如果客人本身沒有Tap and Go的卡 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他自己沒有用 沒有用的話 他自己重新開帳 他就只用新的帳 放在Wallet就可以了 你在這裡提醒聽眾門 如果你是未用Tap and Go 準備用的話 如果你記住 你自己放在Wallet那張卡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Tap and Go 就不要用你本身的卡 是Tap and Go 他自己開了帳戶給他的 其實是這樣的 我是消費券 是用Tap and Go 因為Tap and Go 他就迫你用Google Pay 或者Apple Pay 我是Android 我是Google Pay 其實你自己那張 Tap and Go 座底本身有一個號碼 在裡面 非消費券的Tap and Go 是不能加到Google Pay 是完全加不到的 我們沒有人知道 當你喪禁的時候 會不停地告訴你 不行 不行 不停說不行 然後我們那次做了很久 因為你問商場的人 因為大家也是第一次 第一天 特別是第一天 不是第一天 因為第一天比較少 其實我們家 第一個weekend 第一個weekend 當有人用的時候 每個牌子都會去問 大家有沒有收過 那天就是第一次收 於是和客人一起搞了很久 因為客人本身自己 有一張Tap and Go 他以為過了他的帳戶 誰知沒有 原來不是 亦都幸好 他那張卡裡面沒有錢 因為如果有就可能 扣了那張卡的錢 我這樣放心 通常Tap and Go 不會放那麼多錢 對 所以幸好一直用不到 奇怪 為什麼用不到 他搞了一大輪 才真的用到 那總之是買4000元 幾乎是一個小時 其實他當時選擇得很快 因為他又要過錢 又要去找那張卡 又一直都用不到 然後前面後面又要去 你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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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要去計算 那張卡的券 還有你消費券 一定要用到最後 就是最後的付款 才可以用消費券 你前面要扣完 才可以用消費券 哦 因為不然你會扣多 即是你會扣他錢 那些人說 我可能用1000元 不是用2000元 但是你一次過 就可能會扣到別人 所以變成 你就一定要減完前面 才可以做後面 完額就用消費券 所以變成你又要10萬個提醒客 我們這個 因為用消費券的關係 你不可以退 什麼什麼什麼 又因為這樣 所以這樣 你要千萬個提醒他 方死他忘記了 但到最後他應該都忘記了 所以這個過程又是很崩潰 所以整個週間 其實我看到 商場 我今天走過Times也是 是 付款的 每一個牌子付款是特別長的 你不知以為他很生意 是的 你以為他很好生意 嘩好生意 尤其是賣電器 我所謂尤其是賣電器 買電器 買電器是最多人排隊的 是 但其實生意就不是特別好 因為很多好像我們這些 例如都是小單 其實很多現在走進去 未必看定 你不會買電視 你可能買一個騷子 你有什麼家電 是小的 想要換 像我這樣 例如我今天去看洗衣機 你洗衣機坐底三千多元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等下 下一支的消費券 是呀 你不是要等他多充電 所以你最近給錢也是麻煩 搜尋也是麻煩 因為你的客人不停問你 那些人不會那麼勾問 你能不能用消費券 全世界都可以用的 現在基本上 除了你離開香港 你登陸月球也沒辦法 如果不是你基本上 就可以用消費券 但基本上就是你等著用 大家都是 所以大家都是去走 嗯 我想說我用不到 為什麼呀 為什麼呀 我們即場示範 有一個朋友他用不到 我打算買電話 嗯 那預算了 第一期消費券兩千元 然後再自己補分一點點 來買電話 正常 然後怎樣呢 我就去到某商場 我知道自己想買什麼 然後我就去買 是啊 然後他很聰明 他都問我 你打算怎樣付錢 我說消費券八達通 然後再EPS 然後他說 八達通我們不行 但他的店舖是收八達通的 收八達通 所以暫時還沒用 可能要等幾天才能用 即是又要打回公司 才可以 是的 那些程序上就是 大家想像得到 即是他 而且大家要留意 我看電話的時候 我老友成龍都跟我說 喂你留意一下 因著沒有貨 嗯 這些銀碼的產品 是很容易被人買光的 是啊 因為你二千多三千元 是最多人買的 但我想這間店舖都會補貨 最怕是補得切 不知道補得切 因為其實你初初未必想到這樣 我剛才買電話的時候 我不怕跟你說 然後我在觀塘廣場看 是 然後我發現了這個問題 觀塘廣場有幾間電話舖的 是的 有一間沒有貨 另外就 然後我過了APM看 APM上高 各大連鎖都有 我買這部三千多元的電話 四千元樓下的電話 通行都沒有貨 哇 中階機死了 是 我喜歡用中階機的 你那部是中階機 為什麼呢 二千多元 我也是中階機的價錢 我不用買到五千多元 我又覺得 偏跌 不赤就跌了 是啊 你真的跌下來不會好赤 你試試五六千元一部電話 突然很赤的 然後這個價錢 比較難過殼 買個超級殼 買個兩塊水的殼 就是由它跌 然後我想這個價錢的 很多產品 各類型 三副鞋物 家電 家電最多 很多都會斷貨 是啊 不過我真的覺得這些東西 不用這麼急 其實可以等完才行 也不是的 香港人真的要洗了才說 早買早享受 洗了才是自己 是啊 那又不會不給你 為什麼 拿了就拿了 如果不是我之前壞了一部電話 我也沒有那麼急 去買電話 我之前壞了 我之前壞了 之前用一部便宜機 頂住 幾百元買一部二手 馬上頂住 我最近在商場裡 最多人 第一天 尤其是第一個星期 我看到最多人拿下來的東西 根據我們同事 目測 沒有正式的統計 但是看到的 很多都是買吸塵機 貴的吸塵機 但是那些不止 也有數 不是 它有便宜版的 那個牌子 是有便宜版的 D-D-T 是啊 我看到很多人都拿下來 要不就是那個什麼機 那些空氣淨化機 是的 那些是一兩千元 最多人 因為我們那位 看到有人下來 是 第一個星期 我們每個都是一個盒 這樣拿的 然後我回家 例如下班 我看到 我經過的士站 全部都是拿著家電的 過了一個星期 這個星期 最多人拿什麼 就是拿床單 床墊 枕頭 被 是最多的 不過是 我那天去深水埗 最多我看到的是什麼 螢幕 也是的 螢幕就是這個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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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大家 這些東西沒有什麼時候 不會換 你就有個契機 現在去換 也是的 覺得有少少錢 因為兩千元 或者你貼多一點 會好一點 但也有特別的東西 我又看到一些人 是買BB床 這個真的有需要 這個是不是要買的 我們也有個同事說 乘機換了BB床 是 是 用來這樣用的 這個是真的突然間 咦? 無故多兩千元 叫做 我告訴你 整個星期 我們的客人 又是不成文規定 但是全部都知道 我們家店的同事 用得最多消費券 一單單一張單 是 用得最多消費券 是用了五張消費券 嘩 整個家人被他用光 對 是可以的 分五張單 都幾個 分五張單 都幾個 但我們看到商場的同事 Cashire 一看到 寫著乘5 的時候 他的臉色是五倍的一層 是五倍的黑 原來是三條線 變成十五條線 是很多條線 突然間 背景全部都是線 最慘的 有些是買 我們不是說 我們商場對面有一個 一個字的品牌 護膚品 他也是買得最多的 因為 二千元 又是那個價錢 他平時是千多元 這次更好 可能買多一點 更會 還可以賣多一點 哎呀 其實你既然有二千元消費券 加盒眼箱 那些 但盒眼箱又不知為何會給了二千五的 那張單 哎呀 差一點而已 差一點而已 就是這樣 就是差一點 我看他最近排得很厲害 那個牌子 很澎湃 大家都是趁這些時候 其實消費券前這段時間都很淡 不是淡 不過是進來喪問你和喪體 喪體 看完之後 剛剛等消費券回來 一個月前煙的人 這樣 嘩 要不需要 一個月前煙 這樣離譜一點 我也是早一個星期去看 還要問你 其實有消費券你們會不會減價 又是十萬個激怒 又是用最快時間激怒一個銷售的問題 是啊 除了平時那些 其實你平時下進來 無端端不是減價的季度 突然間問你有沒有減價的時候 同事有一點點生氣之外 但那個生氣也是十分之一 都已經是突免的 即是十分左右 那個生氣的程度 都是小小生氣 最多是說你沒有 上個月頭 開始問消費券的時候 那個同事會有五十分的生氣 但是當你在今個月 大家都開始用消費券的時候 已經在用消費券了 然後他可以說一句 為什麼你們不乘機要減價 當同事還會到100%真的生氣 突然放火了 想到鹿票 立刻要表現 按住同事 先保持 冷靜一點 同事冷靜一點 不要緊張 冷靜一點 1秒激怒一個SELS 放下你手上的武器 不要撞在她的頭上 忍著不要用卡機放上去 卡機不是這樣用的 爛了很麻煩 你放上去不要緊 爛了很麻煩 我們收不到就很麻煩 真的很麻煩 而且你的貴價是賣不出的 是啊 真的是你的貴價很難買 五千樓上都很難移動的 是啊 即使那件有姜濤加持也沒用了 唉 真是慘 姜B也搞不定 但是我看你的商場是什麽定位 也是的 即是你超市那些人不是這樣賣 超市那些人不是這樣賣的 超市那些人是正常的 因為超市那些人會去到最後才用 即是可能我買完但有剩的話 我會這樣說 例如我平日有些貴價東西 我不捨得吃的 那這個時候買少少 那我又 可能會的 但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問那些客人就沒有了 整塊A5試一下來 但是OK的 整塊A5試一下 也是一個用消費券的好方法 是啊 所以那些人經常問 譬如各行各業的老闆都會問 消費券是不是令到你賺很多 其實就不算了 做很多 肯定是做很多 你知道我那天有個客人 我都蠻感動的 我想說有時候做很多年 我都鼓勵聽眾 如果你真的覺得同事做得好的話 是 真的不要急著去讚他或者寫幾個字 嗯 這個我自己經常都做的 因為我尤其去到外國很多時候都做的 是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在枯燥的工作裏面 同事無論做了多久 在這行浸淫了很多年 好像覺得很多事情都千帆過盡也好 是 但是真的收到一張讚揚信的時候 先不要理會對他的事堂的幫助 但是還是開心的 我這個故事就是用Tap & Go的客人 買二千元東西 是 剛剛好的二千元 他選得很快 但是又是因為Tap & Go那個 當時的Tap & Go有一點點事 技術問題 啊 第一天是死機 不是第一天來的 但是他也有一點技術 也是死死你 也是死死你 應該是大家同事地用的伺服器 也是 是啊 搞好久又有紙Wallet 總之我一個同事 叫我走過去的時候 已經搞了一陣子 我知道他們 嗯 然後搞了十分鐘 當時我就在縣處見到他們搞的 那我就問有沒有幫助 那同事說沒有 後來同事忍不住 就說不如我可以過來看看 所以如是者 我們又因為不同的問題 又搞了一大量 搞了九個字 總之九個字後 那個客人終於收到錢了 嗯 新鮮的客人走了 那你心想也好 也有二千元 那我和同事說也有二千元生意 是啊 那天其實也不太忙 而且客人不停問問 隔了不足十分鐘 嗯 無緣無故的客人回來 他回來 我心想沒事吧 不是告訴我要換 我想問 對 提外話問問 如果他換 退或者換怎麼辦 退是不可以的 說明了 因為政府的東西 換是可以給他換的 啊 你可以換 這個是公司範圍 我們可以換給你的 是 那他就不是換 但不大 你剛剛才跟你說 不能退了 不是認真選了 我告訴你 你不怪得一個sales 你知道不怪得一個sales 通常你做的sales越久 是越有陰影的 就是你不相信客人突然 這麼快回來是為甚麼的 通常會買多一件嗎 不是這樣的 尤其是時間 還有通常客人 如果拿著你的品牌的日子 心裏都是不懷好意的 告訴你 一天就要收 心裏一沉 就是聽我們節目都知道 上次我有個客人退過Anson Lo 我告訴你 到現在我生氣他 我告訴你 為什麼 要的時候就要求你 要的時候也不說要 連Display也要 都要 我告訴你 再去神圖 你背叛了神 我覺得你背叛了神 因為你refund這件事 很生氣 然後說回我們這個好人好事 然後他回來 突然問我拿張卡 不好意思 我想問我可以幫你拿張卡 好 心裏心裏心裏 不是吧 是不是因為搞了太久 所以要求我 這麼快 以為搞了太久 然後他說 你可不可以借筆給我 好啊 然後給他 我心裏面飆冷漢 我告訴你 剛才如果你覺得拿著指導 已經夠驚恐的話 拿張卡才是最驚恐的 我告訴你 當場我要寫稅你 對 我要求求你 雖然收得久了一點 但也不用求求我 還有久一點都不是我收 對 政府收你 你可以找陳茂波 對 不如你跟陳茂波 因為他明明之後都很友善 他說都是全靠陳茂波 對 但有時候不知道 你想不到他心裏想什麼 對 有些擔心 當然由他寫 好想了一大輪 那當然是同事自己有點崩潰 雖然是收了久一點 但不用這樣 然後叫他們倆自己寫 坐在那裡寫 他寫了一大輪 然後問我叫什麼 我收了 其實我也有名牌 沒有被 我跟他說 說完之後 我收了 這次真是不懷好意 覺得客人 後來他離開 然後他就跟我說一句 多謝你 謝謝你 我心想說 我還要說麻煩你 我真的麻煩你 我真的麻煩你 因為你通常 以專業來說 你不可以在客人旁邊問他 你簡直不能問那張是什麼 其實不能問的 對 除非客人氣沖沖進來 除非客人氣沖沖進來 除非他問你 你要回應他 對 他說我要complaint 那就可以了 沒問題 你可以讓他這樣做 然後我就看了一張東西 我的同事跟我的名字 我心想說 已經用DR字 又不是寫不 你安心了一半 好像已經安心了一半 對 然後他就說 非常感謝 他寫一段英文的 是 然後他覺得很高興 有這個經驗 你心裏面 即使做了這麼多年 你都會覺得 很高興 突然又亂一亂 會的 你會覺得客人 做個SELVES 其實真的很簡單 有時候最開心的 有時候真的不是你 好吧 我承認如果你買了30萬 我真的會很開心 那是另一種開心 對 但是這些是窩心的感覺 當然你買了30萬 再寫的更開心 對 的確 你可以嘗試這樣做 我建議 我們是建議課金的 所以即使是這樣寫 都會感覺到 原來我做的努力 客人都會知道 所以我覺得客人真的可以 如果你覺得SELVES 真的做得很好的 不妨可以 因為香港客人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 當做得不好的時候 他會馬上用很多途徑去 好像砍死你那樣 追殺你 對 追殺你 即使你是通緝犯 對 我要說另一個CASE 之後這個CASE 應該會有做FALLOW UP 我試過 剛剛收完這個CASE 所以有時候做SELVES 就是一口砂糖一口屎是對的 剛剛收完一口砂糖 我就轉頭收一口屎 然後就 話說客人就說他聲稱 其實我也看到單 就是去年的11月 在減價的時候買了一件衣服 是啊 11月 現在是八、九個月了 Exactly 他就買了兩件POLO 是 就是衣服 T恤 到今年他突然說是換 我跟他說 我第一個接的時候 我跟他說 小姐不好意思 過了時間不能換 他就聲稱我們的同事 就換錯尺寸給他 是 但是九個月 九個月 然後他就說 我是大陸 下不來 都要塞塞 然後我就跟他說 好吧 交到我手上 我都很循例地問了我的超級大人 那真的不行 大哥 不是不想給你 而且你真的在規定上 真的不可以 所以我回答他不行 他說 我要投訴 他正確的那句話 是這樣的 我要課訴你 是你同事的錯 你可以問你的同事 我同事 但當時我的同事 已經離職了 持職了 但是我的同事 已經不在了 我不理你 你要換給我 好啊 嗯 很典型的對白 也是我們用的 然後又很尼牌 我又很尼牌 跟他講 但是真的過了很長時間 這是肺炎嗎 來不來 來不及 咦 我心想不到 奶包子了九個月 大哥 是啊 真的很奶包子 真的很奶包子 我真的不在了 我心想 我心想 好啊 那也只有這樣 但是因為他又叫我去再去問我上司 所以我還沒回覆他的 這個是下回分解的 所以我就是香港人好一點 不論是他這個新香港人 香港人 或者客人是很有趣的 當要訴訟的時候 這個不知為何外國人是做得很好的 是 我的經驗裏面 我不是說香港人不好 我也收過很多香港人的 申請文書 但是通常 香港人去給 譬如我們過往 很多品牌都會有做的 譬如他們買完東西 會給你一個電郵 就是說 你覺得我們服務好不好 大部分 我相信很多中國人或者香港人 他們給的分 通常都是介乎六分至七分 最多給到八分 他明明很滿意你 他也是給八分的 是啊 不知為何一到九十就很難 我覺得 我們也是 因為我們公司 其實會 譬如做完 喔 做完一些客人服務 就會給你一些討論 對 會給你一些討論 因為我們是內部 他們都會有 feedback 但他們的 feedback 率不高 很多都不回答 但是回答回來 我非常滿意八分 是啊 極度滿意 幫到我很多八分 但是都是八分 只要寫好幾分 只要寫好幾分 因為那個人 是想用數字去表達 很高速的 幫你解決了 因為很奇怪 寫很多東西八分 明明你都花了這麼多時間 寫一些東西下去 但都不肯給我十分 是啊 但外國人又不是這樣的 是啊 但外國人呢 有時候你自己都覺得 不知是否香港人 我們習慣了 可以改進 給兩分 即是他覺得 都好好的 不過可以改進 不如給兩分 哦 我真的會撐他的 真的想撐他的 是啊 所以你知不知道 我們試過 有人寫分 我不明白到現在 香港應該大部分人 都寫過測試 是啊 那測試都有1和10 就是已經寫明1 就是不好10是好 嗯 我們試過有客人 真的給1 他以為1是最好 即是想撐他 是啊 但當時我在那間公司也是 但你會不會有 Follow up Call 打給1分 有的 因為他死1 但他整個留言是很好的 很好的 對 那會不會是按錯 於是同事真的有點生氣 當然 因為很影響他 連尾的Performance 是啊 因為他們是會計算Performance 那你一分 你一分這樣一分 別人追了很多分 是啊 你要拉平均分 你要拉那個分回來 大哥 是說20分 10分都隨時拉不足 是啊 我不知道聽眾有否知道 譬如你要計算平均分 平均分是要達到 通常公司都是的 起碼要9分 你想想很簡單 只要你10分裏面 你有一分是給了1分 其實你是要起碼做多9分 是10分 是10分 雖然我剛才是建議大家 去給 compliment 因為你直接寫封 讚揚信給他 都可以的 但如果你說真的想幫幫同事 如果你嫌打字很麻煩 其實上網是有 compliment 信可以Google 是啊 你可以Google 只要一份 放回你的下款 就可以了 是啊 真的不用煩 大家可以幫幫忙 不要這樣 不過我講一個故事 你說個故事 都是一個 不知道 是悲傷的 悲傷 不要說悲傷 是無奈的故事 對了 話說有一次 我就 我漏了一些東西 漏了一些東西 在某個大廈那裏 那裏 那裏管理處很好的 這些商業大廈 是的 於是我就回到那裏問 你們幾個小時前 有沒有收拾到那裏 是 然後他說有 好像 幫他問同事 在那裏等 等一會後 他的同事說 你是不是漏了什麼 什麼 我說是 其實是異統 漏了某個異統 他說有 是白色的 什麼 好了 然後他正常 想他拿給你 要不要登記 簽收 好了 除了看到有登記 有簽收 旁邊還有一張紙 你知道什麼紙嗎 讚揚信 對了 他對方公告給我 這個行徑 其實就有少少硬 的確 是很硬 我就想 究竟我不簽這邊 我能不能拿回 哈哈哈哈 好像有點威脅 好像覺得 但是想得出這樣 比那個人更厲害 對 你做得出那一刻 就夠無恥 我要欣賞你的無恥 最後我就是用這個項目 我欣賞你的無恥 所以我寫下去 我欣賞你的無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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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你的貪婪 哈哈 不是啊 但我想說 如果那個人真的這樣做 但是不是真的有些選擇 你 那一刻 我想說有些人真的要選擇你 嗯 不是這樣 不是不見事 我們試過 因為那些客人真的有試過寫錯 害怕我 你明不明白 又說寫 周不時都會寫了一些八分 或者六分 明明很滿意 但又六分 你知道六分又是要拉很多張回來的 然後那個同事 是真的唯有要出此下策 才可以保住自己的表現 是真的每次都要走過去 跟客人 譬如知道客人滿意 都感覺到 其實感覺到氣場 為何可以喉 因為你會拿到客人的資料 剛才收到你的電郵 其實我們公司也會給你一個問卷 希望你填關於我們的服務 不過也會提醒你 其實我們十分為最高分 如果你覺得我的服務 是滿意可以給我十分 我想說我最初聽的時候 這句原句不是我教的同事 因為我最初只是叫同事 記得叫我客人填 他自己想到這一段 真是挺厲害的 但我想說 我真實覺得這個同事 是不失大雅之餘 也可以逼到客人給你十分 坦白說 以我自己做來講 我覺得這個說辭也是很好 很好啊 而且他令我欣賞他 這個同事的表現是挺不錯的 在這方面 我就是覺得奇怪 為何他的表現 就是他整間店裡 運動得最好的同事 在這方面 然後我就奇怪 所以我觀察他 我真的看到他是這樣說 於是我們現在整間店的同事 都是這樣說的 他整間店都是這樣做這個演繹 所以原來也是有些辦法 可以在一個不惜尷尬的情況下 去逼客人給你十分 所以如果聽到下次你們出門 我想說不是我們這些品牌才是這樣的 其實現在各大品牌 大家都做大數據 去Kios 這個不妨開名 他真的做得不錯 他又沒有推動我買東西 其實我從頭到尾都只是買東西 他都沒有推動我 他又提供很多不同的東西 他又提供一些我原本不知道的資訊給我 他做的位置也是很好的 他問了我拿個電郵之後 他又給了一張卡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好的 他給了一張卡 就說我們會有這個評分 就跟這張卡上面也是一樣 他直接的卡是模擬了問題 他說只有三條問題你要回答 如果你最好就是給這個十分 你可以根據你自己覺得我的服務是怎樣 就可以給分 他直接這樣給你看 就確定客人不會出錯 嗯 所以我都覺得這個方法 形象化 你也要按錯 即是那邊十分是大 寫著是好的 即是那張卡 即是模擬了 你會收到那張卡的樣子 已經是 他還要在那個十分那裡自己剔掉 讓你有印象就要剔十分 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做得不錯 先不論他的服務也真的不錯 但要我給到十分的話 我覺得他這個方法也是令我給到十分 他最終 所以也是挺不錯的 在這個大數據年代 即使是這樣的 大家都可以用一些人性化的東西去處理 對 即是不要那麼難推銷 對 所以我們今集說這個消費券 對 即是暫時是這麼多 今集是短一點 下次我們多些人的時候就會長一點 對 沒有誤會我們其實不是因為看奧運而偷懶 沒有看奧運 也沒有看波 對 對 甚麼都沒有看的時候 對 頂洞也是想回去看這個圖架 嗯 哈哈 現在聽眾應該想打我 應該會 哈哈 這樣也不會 不是說太嚴重了 我自己的節目 不是說我自己的台節目 我是自己有聽的 是的 沒錯 據聞明天十二點後 就是鬼門關大開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聽《零車》 對 但我們這集還未出門 對 不要緊的 所以可以聽《零車》 不是 你們這集出門的時候 下一個節目就是《零車》 啊 剛剛好 聽完我們之後就聽《零車》 沒錯 《零車》會在11點 你可以調轉 讚完我們的節目再讚好 你可以先讚好我們的節目 如果你有點害怕 又怕自己睡不著 你可以先聽《零車》 然後再補聽我們的節目 是的 因為《零車》直播 因為題目問題 我就不會反響宣傳 是甚麼題目 是 講殯儀 啊 我就不會硬宣傳 但在這裡就幫《零車》宣傳 其實《零車》 其實《零車》 我不是說《零車》 我興趣 《零車》 想了解吧 不是 我想如果大家有做《零車》的經驗的話 你不覺得《零車》這個行業是最不明白馬實的 但你又會很想付錢的行業嗎 對 你很願意付錢的 對 對 理論上是 還有你又好像 做足一點好一點 對 對 但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很容易被上市場的行業 你想想有甚麼行業 沒有馬實價 例如結婚 嬰兒出生 你也有馬實價告訴你 是多少錢 但唯一是這個行業 沒有馬實價 但你也會想付錢 所以剛剛好 其實昨天我們出了一段影片 因為Alvin和William之前出外景拍了一段影片 是關於賓儀業的 因為Suki姐今晚來做嘉賓 剛剛昨天出了一段影片 叫做《賓儀常識之多點》 大家等一下要看 介紹一下賓儀的用品 兵克那些 那些 我會這樣 我的節目《百無禁忌》 新老病死人生必經階段 特別是你身邊的人 真的不用特別好 過了三十歲之後 一定會遇到 是啊 真的 其實你了解多一點 更加會 因為你到那一刻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會說這件事 但我們習慣了 跳跳紀錄 因為真的 例如你第一次去做 或者當你去做的時候 你一定是很突然 你不會好好計劃 你不會有人準備好嗎 可能有 但你不會知道 所以其實 沒有人事先告訴你 例如你生兒子 以前有很多人生兒子 告訴你這個很貴的 你千萬不要買 譬如結婚也是別人 排主都說 這個婚室很貴的 千萬不要買 記得要租 一定是這樣跟你說 但一到這件事 大家好像沒有知識 沒有人會告訴你 有人會告訴你 其實這個婚室很貴 不會這樣的 其實是不會的 或者師父破地獄店 不會有人告訴你 所以我覺得 大家認識多一點 會比較好 不是說 好像很不老禮 那你必須要用 其實反過來 其實是 幫到自己 又幫到別人 可以相傳口碑 對 很多時候都是 你不覺得做這件事 全部都是靠這些嗎 所以Suki姐 上次上來做嘉賓的時候 也有說過一些 有時候一些 殯儀行業的 狀況 我們有聽過 有一些故事 我們有聽過 稍後可以聽聽 零車Suki姐 又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為Suki姐是分業行業的朋友 所以可以認識多一點 認識一下 至於之前有什麼故事 聽回那集零車 你兩位 我就咪後告訴你們 因為事實上 很多人都說買名牌 買名牌都好像很神秘 當然你現在問我H品牌 其實是怎樣分貨 我絕對會回答你 我告訴你 我正在做的時候 當然不會回答你 但是你也是口意相傳的 喜歡的可以PM問 沒問題 你也是口意相傳的 其實我告訴你 不是說什麼 我們初初開節目 有時候都是為了這件事 其實想說清楚給大家聽 不要說 別人說你就萬中中走進去 但其實不是得到這樣的服務 不是得到這樣的東西 或者起碼你要放一個 對的期望 對 很坦白說 如果客人走進來 我買一萬元的 是一萬元的服務 就對了 這是對等的關係 對的 等價交換 明明其實那件事是一萬元 但其實我得到的服務 其實是很少 甚至乎我不應該得到那件事 這個是不可以的 當然我也不希望 反過來 你本身是買一萬元 但是你預期是十萬元的 其實這件事也不對等 其實這件事 無論從業員和客人 其實都是付出相應的 我自己覺得 如果有人覺得不對 都沒有問題 我自己開這個節目的原因 都是為了要對等 你清楚我之外 我也都清楚你 雖然我經常都說很多 傲客或者什麼 但我都會覺得 如果有客人做得很好的地方 我們都會感受他 沒錯 這個也是一樣的 如果有一個從業員 他很PK 我也有見過一些從業員 是騙客人的 其實真的不太好 其實也是 你去騙客人 我都聽過 最簡單 不要說金錢上騙 你打算付出五百元的服務 來換別人 去買你五千元 其實已經是不太好 譬如說 我都可以很坦白 譬如說姜濤袋 我也知道 有些從業員 不是我們公司 他們在外面賣的 明明不是那隻綠色 我告訴別人是那隻綠色 這樣也不對 那你就不對 你作為買這件事的人 就不可以這樣 這個就是 因為人家見到不對 但當有些客人 發花瘋 買買買買買買 到後來自己不喜歡 譬如穿了兩年之後 你穿了兩年 可能覺得真的不可以 首先 如果你真的不可以 你最初可以退 可以勝負 你不要再說同事 當初給我這些 次貨 這個也是不可以 不是一個對等的關係 我覺得在乎 大家清楚 為何要這麼清楚 大家的行業 或是殯儀 我為何要清楚 這件事 就是我得到 服務 或者付出的東西 是成正比 是呀 亦都是同時 做一個精明消費者 尤其去到殯葬的時候 我買東西 例如我還在這 一輩子 我買東西不適合 就最多不買你 但那一刻不適合 就沒有了 沒有的 一輩子 你不可以再 他這次的經驗不好 其實 不要說 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 甚至是 一些未必是 這麼開心的經歷 而且你還會牽涉到 沒有了 你在那些狀況 你可能還有一些 為家裡的老人家 那些照顧 你那時候的感覺不好 其實別人就 放在記憶上 這個東西 所以 趁現在都是想和 很多廣告都明白了 但是 譬如說 我們的節目有時候 不是隨便 做出來 是為了什麼 例如這些 都是想 零車 都是為了這些 例如窮車 都是為了大家 認識多些車 例如一些其他 娛樂的節目 甚至乎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 試用 都是想大家 去得到一些 不同行業 或者不同事情的體驗 可能做的節目 未必是 你知道 我們有時候 因為大家都 都是業餘 都是業餘的 其實都是 所以有時候 可能在質素上 或者是 一些不同的事情 都會有不同的 但是我覺得 大家都可以支持我們 可以令我們做更多的節目 還有有時候 我們都是想 因為我們都會收 一些聽眾的 有些意見給我們 或者想說些什麼 聽眾不怕 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問的事情 都可以 照片給我們 你們可以問的 例如 有時候在YouTube 問也好 或者是直接 PM 那邊都可以 你們想聽些什麼 可以跟他們說 因為 其實我做了這麼多年 都有好幾個人 是很肯 跟我們說的 沒有所謂的 譬如說 我想知道 卡地亞的 鍊是 為什麼 或者你想知道的 可以問 其實我可以問 我的行業 一些同事 舊同事 可以問回來 或者說 為什麼銷子 這麼囂張 都可以的 我可以嘗試 幫你找回銷子 為什麼他這麼囂張 都可以的 我們最多 不在這裡開名 但是 PM你可以直接開名 對 ok 那今集是這裡 看看下集再說些什麼 好 拜拜 拜拜 好 好